在今天這個單元中 我們要帶觀眾朋友 來到了南投的清景 這次要介紹給大家的 是一個充滿歐洲風格的民宿 沿著蜿蜒的山路 美麗的山景 住落於深山裡頭 反复資深室外桃源的感覺 現在就讓我們帶著觀眾朋友 一起來感受吧 亮黃色小木屋相當吸睛 來到這彷彿置身於歐洲小鎮裡 這是我們對歐鄉美底民宿的第一印象 戶外景觀區有許多的景觀咖啡座位 讓旅客觀賞親近的美麗山景 還能看見壁湖 在愜意的環境下 享受精緻的下午茶 悠閒自在的看著環山景色 現在邀請到我們的楊大哥 楊大哥你好 那是不是幫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家民宿的特色呢 我們的特色就是最基本的就是風景好 空氣好 而且黃形蓋的很特別很優雅 客人如果沒有開車方便的話 我們都會幫他們接送到草原啊 附近的景點就是小瑞士花園那都是免費服務的 早上我們有看日出的行程來清淨玩還是要到我們台灣最美的地方就是 河灣山藝有它是很棒的 對 還有去附近的廬山溫泉泡個湯都是很好的地方 來到民宿的大廳 歐式鄉村風設計帶有濃濃的一國風情 不用出國在台灣的南投就可以感受到悠閒度假的氣氛 透明的大片落地窗採光相當好 可以看見戶外的山景 黃建的設計就是基本上日出也是看得到 也看得到廬山溫泉 能高山 對 日出的時候是很漂亮的 我們歐鄉最大的優點也是是服務親切 而且日落的時候是很棒的 這裡建築多以小木屋為主 走進房裡可感受到檀香的香氣 讓人有輕鬆舒適的感覺 樓中樓設計寬敞的親子房 更有獨立的戶外陽台 可以欣賞山景及日出 還能夠看見星星 也提供浴缸可以泡澡 放鬆心情 六人房內復古吊燈相當有味道 還貼心提供沙發 讓旅客休息 楊大哥 像我們現在來到這一間房間 哇 我一進來 剛剛一進來的時候 就聞到那個好香的木頭香塊木香 那可不可以請我們的楊大哥 幫我們介紹這間房間的房型還有特色呢 基本上這個房型都屬於比較歐式的 我們一般房間都是配合香塊 所以進來就是有香塊的香氣 有香塊的香氣這樣子 那除了這樣子這些設計之外 那房間還有什麼其他不同的特色嗎 黃金的特色就比較屬於溫馨 溫馨 歐式風格 對 這間就比較屬於朋友來聚會啦 六人 八人都OK的 離開的都是變成我們的朋友 變回流客 回流客就是大家都是站不絕口這樣子 很棒的設計 環境真的很清又又乾淨 然後早餐也真的很好吃 睡了一晚的好覺 吃早餐的時間到了 為了滿足遊客的需求 提供西市及中市餐點 親近的春夏秋冬都相當有特色 春天可以賞花 夏夜的星空繁星耀眼 更是令人無限嚮往 這家民宿擁有著濃濃的歐式鄉村氣息 給人一種溫暖而浪漫的感受 非常適合全家大小及小情侶來居住 您是否也想來一趟浪漫之旅呢 接下來我們即將帶您前往一個 擁有小瑞士之身的民宿 到底它裡面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走 讓我們帶您一趟就近 暫時 перв上的千 everybody 我們在跟您的夥暗 我們來聊aci 我們還好 Kath二生 我們下質疜 closed